再来关心到台北市明伦社会住宅三房行月租金太贵引发了讨论 北市议会更要求北市住宅基金预算占割 而近来市长柯文哲也因为社宅的议题频频杠上中央 总统蔡英文前一天在脸书上针对社会住宅议题发文 喊话希望参与的人比唱衰的人多 谁在明省时刻呢 柯P在今天召开了社宅管理经济研讨会 他再度把话题指向执政党 强调不是想通过什么法就能通过 矛头对准内政部长徐国用设宅议题 柯文哲喊话中央 总统蔡英文脸书前一天针对设宅发文 希望参与的人比唱衰的人多被质疑暗指柯市府 蔡总统说要盖十二万户 国家住宅中心在台北市盖社会住宅 台北市也在盖 如果两边的租金计算标准不一样的话会出问题 拖到现在还没解决很简单 因为中央都还没盖出来 他没有压力 政治斗争到此为止 把事情做好就好 召开社宅长期管理精进研讨会 敏感实习科批出手 但前一天住宅基金遭议会占格预算 名轮社宅降不降租金 还有百分之百自偿率再引发讨论 我们也要考虑到永续经营 租金我们可以重新计算 但是原则上 法部数计算是很重要的精神 市价包吾德 这市价是新城屋还是中古屋 盖好明明就是新城屋 怎么会是用中古屋 我们不是盖一个方式给最穷的人 一个证明运动就是说 台北市其实是公宅 而且是一个有多重目的的公共住宅 亲自证明是公宅不是社宅 北市平居住正义同时赋予多重任务 依旧等待选民认同 接着陈武祥 曾俊伟 台北导